岁末的时候由于以哈重新交火 那么使得世界各地都因为这个震荡 非常的不平静 我们曾经报导过说 这个仇恨在美国引起了各种 比方说支持巴勒斯坦的人 或是反犹太人之间的互相侵诈 而现在种族歧视 已经变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报导一开始我们会看到 在美国一对犹太人 他们经营这两个是获奖的大厨 他们经营一个以色列美食的餐馆 很长的时间这个餐馆在当地 和韬克还有著名香安无事 但是现在却遭到群众集体包围 包围了这个餐馆 那么同时控诉说是种族仇杀 那么使得这一对经营餐馆的犹太人 情何以堪 而警方因为餐馆只是被包围 被怒吼成为仇恨愤怒的标的 并没有实际上的毁损 因此警方不予处理 这是冰山的一角 而美国现在这种因为仇恨 而撕裂的对立越来越多 三号晚间 美国冰州废城出现支持巴勒斯坦游行 群众包围一家以色列美食餐厅 高呼口号 气氛相当紧张 这家名叫歌地的餐厅主要翻售豆饼三明治和其他以色列美食 有两名曾获得美国詹姆斯比尔德基金会大奖的厨师经营 他们都是犹太人 拍下这段影片的目击者表示 人群大约在餐厅前停留五分钟后 继续往下一个街口移动 废城警方表示 餐厅并没有受到破坏 也没有人受伤 不过影像曝光后 废城地方政府和兵州官方都发出谴责 美国白宫也在周一晚间发出声明 谴责民众不能因为对以色列政策不满 就包围以色列餐厅 直言这场示威就是反犹太主义 而这只是近期事件的冰山一角 维吉尼亚州三号一场竹台点灯活动临时取消 原因是主办的犹太组织 不愿在以哈冲突中表态选边站 遭受舆论攻击 佛默特州柏林顿感恩节周末 有三名巴勒斯坦裔学生遭到枪击 当时他们只是走在路上 经过嫌犯家门前 就突然遭到开枪攻击 三个都才二十岁的大学生被紧急送医治疗 其中一名学生西沙姆阿瓦塔尼因为子弹卡在脊椎 可能面临终身胸口以下瘫痪 警方逮捕48岁嫌犯伊顿 他被控三项谋杀未遂 但他全部不认罪 由于当时三名学生中 有两人穿着巴勒斯坦传统围巾 而且说着阿拉伯语 当局将调查 就是否属于族裔仇恨犯罪 逃过死劫的学生表示 至今仍有很深的阴影 挥之不去 以巴冲突即将届满两个月 这波对立仇恨也蔓延到美国校园 连百年名校哈佛也受到影响 由于收到学生投诉校园中 出现反犹太事件 美国教育部已经将哈佛大学 列入调查名单中 涉嫌违反1964年的民权法案 第六章 禁止种族 肤色或国籍歧视行为 今年刚上任 也是创校368年以来 第一位非议哈佛校长盖伊 5号将前往众议院教育及劳工委员会 对近期的抗议活动做出说明 对立气氛在全美持续延烧 二号这天包括宾州 威斯康辛州 亚利桑那等多个摇摆州的穆斯林团体集结 表示他们将在2024年大选抵制拜登 原因是他至今不愿呼吁以色列停火 以哈冲突造成的海外仇恨该如何化解呢 丝毫一大清早 宾州废城遭包围抗争的以色列餐厅门外 出现大批人潮排队等候 民众选择以行动支持 希望人与人之间没有种族歧见 不要让仇恨诬陷扩张 TVBS新闻综合报导